第六次的全國農業會議 在這兩天裡面 大家聚焦在全民農業 共創新局 分別提供了大家的經驗 貢獻了大家的專業 同時提出了許許多多的建言 我相信對未來 台灣農業邁向永續、安全、前瞻、幸福 一定有莫大的注意 行政院一定全力支持 落實這次的全國農業會議的結論 同時我也跟大家報告 蔡英文總統非常非常重視農業的發展 他特別把新農業納入5加2產業創新的其中一環 所謂新農業就是要保障農民的權益 要確保農業的發展 而且還能夠提供農村的進步 第一個就是全國的國中小營養午餐 地的綠色補助把它結合在一起 同時去推升 友善耕作 還有有機耕作 第三個呢 農委會也特別 站在保障農民的立場 開放實際耕作的農人 他可以參加農民保險 但是不會員 尚不足以因應目前的辯職 因此在這次全國農民會議裡面 政府是以更前瞻的視野 更開放的態度來召開這次會議 總結報告 總共有73點的結論 我而要跟大家報告幾項 第一個呢 就是要求健全農場到餐桌的安全體系 第二個呢 面臨極端天氣對農業的挑戰 必須提高農業的韌性 政府應該積極輔導農民防災應變 第三要利用新科技 特別是機械及自動化 人工智慧物聯網及大數據等 幫助農業往智慧化目標發展 第四 持續強化保障從農者的勞動條件 建立一套完善的農民年金制度 更應該積極強化青年從農的培育體系 第五 尋找農業中更多商業發展的契機 我相信未來農業是時尚 是陽光有前景的產業 最後我會責成農委會 將可行的結論 轉化為具體政策措施 一起打造安全農業 幸福農民 富裕農村三生共構的永續農業 謝謝大家 謝謝